很多人会疑惑孙耀威戏演得好,歌唱得好,人品也好,对大众充满博爱,贫义近人,而具有人格魅力为什么就哄不起来呢? 这都由于她一念之差和经纪公司闹翻,亲手捏碎了自己,如日中天的事业。 多年前她还是一线男偶像时曾到日本发展,结果有次开会孙耀威提出不同意见,日方一个女工作人员居然直接用英文叼赃话,孙耀威不堪其辱直接飞回香港。 与日本经纪公司彻底决裂,结果可想而知,她遭到公司的封杀,延长事业就此没落。 虽然之后又转战影视圈,但仍受到许多打压,没有获得更多的机会,到大陆发展也没取得突破进展,一带天王从此难以翻身。 在娱乐圈里,已经没有太多的发展机会的孙耀威转向了商业,减少了曝光度,但是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的,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却迎开餐厅而被人骗走3000万之多。 2014年初在台北威风广场投资开设的餐厅CA Club K,不料风广开张一天就遭检举拆除,千万投资金额毁云一旦。 孙耀威解释自己的餐厅是由午餐下午茶兼卖酒水的餐厅,但是当初却租到一个根本不能做餐厅的地方,甚至连卖矿泉水都不行。 从签约到装潢的整个过程对方都参与监工,却始终没被告知场地用于餐饮室也属于违法,让孙耀威大乎莫名其妙。 硬体设备加上装潢等成本近3000万元辅助流水,但对方事后只能赔偿100万。 孙耀威无奈只能走法律程序。 但在上海的同名餐厅,业绩不错,让孙耀威心情不至于太受影响,不过面临踢管室的挫败可没让孙耀威打退档鼓。 他透露会在判决完成之后,会另在台北市信义区再开设餐厅。 现在的孙耀威的生活